水塔 你是在水桶裡面對不對 那很多 水塔 這裡是水塔 哪一個水塔 好 不容而易 在現場附近的水塔 逮到逃逸移工 17號凌晨警方 發動聯合圍捕行動 因為眼前這名嫌犯 涉嫌持刀砍傷圓警 圓警的右邊脖子縫了四針 還包著紗布 原來把時間到回 16號晚上7點多 警方圍捕逃逸移工 卻遭到暗算 狡猾的他跑進大樓 還坐視攻擊 跑上樓之後 找到水塔躲了起來 讓警方一度封鎖現場 氣氛相當緊張 為了要找人 大批警力把所有燈光 全部打開 再拿著手電筒 開始逐層搜索 任何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我到那邊 他還去砍 他拿刀就砍地牆 所以我的很多流血都來了 很沉的 裡面跟外面 連同鄉移工 也被砍傷送醫包紮 逃逸移工 灰刀襲警 發生在16號晚上7點多 新竹縣湖口鄉 新北警方跨區辦案 卻意外遭到攻擊 幸好經過警方地毯室搜索後 發現這名鄧姓嫌犯 先躲進公寓頂樓 接著冒險跳到隔壁 躲在屋頂的水塔裡 六個小時後 以為警方都已經離開 自行下樓後 被警方當場查獲 鄧嫌見警方6人 屈嫌表明身份 即舉出案場的藍波刀 揮舞 陳姓 偵查所 右側 警部 表皮 遭 化傷 雙手遭到上鎬 32歲的鄧姓越南籍 移工2018年來台工作後 逃逸 有毒品和妨害自由前科 這次面對警方圍捕 還揮刀砍傷員警 勢必最佳一等 靜新聞 顏凱居 陳姓 藍波刀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